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菠萝包 歡迎你們來到我的美食頻道 南乳是一種豆製品 它有濃郁的鹹輕味 平時我們吃到南乳豬手、雞仔餅 都有加入南乳來提升食物的味道 今集我會用南乳來做一道菜 它就是南乳撈鴨 它的做法不算太複雜 你看買下去你都可以做得到 全鴨一隻 這隻鴨重是1.8kg 平時我們買的是9磅一隻 剛好它現在做優惠 買6磅一隻 我們現在來處理這隻鴨 整鴨的屁屁和周邊的肥膏 切走不要 最整鴨頸的皮 和淋巴 和肥膏都切走不要 現在就用鹽把整隻鴨擦一下 然後用清水洗乾淨 煮滾的金蔥碎加入酒 然後把整隻鴨放進去充足水 去一下它的髒東西 或者有些朋友覺得這一步沒有必要去做 這一步做與不做 其實跟大家開心就可以了 鴨飛完水就把鴨拿出來 現在就把鴨切片 這些就是今次要用到的配料 和調味料適量 現在就把南乳壓碎 壓到成這樣就差不多了 熱鍋加入油 加入鴨片 蒜頭 讓它們爆香 然後再加入滾水 水的份量是浸過鴨的一半 在這裡記得不要加入凍水 加入凍水煮出來的鴨 口感就會沒了 就不好吃 再加入生抽 老抽 果皮 片糖 和放隻鴨進去 最後加入南乳 水 酒 蓋蓋 用大火煮滾 轉中火煮20分鐘 20分鐘之後 把鴨反轉 以防它黏底 然後再蓋回蓋 煮它30分鐘 30分鐘之後 再把鴨拿出來 再用過篩 把配料撈乾淨 再把鴨放進去 然後開大火 一邊收汁一邊用過殼 把醬汁淋上鴨 這樣 鴨慢慢就會成色 鴨已經成色 醬汁又收得差不多 鴨就可以拿出來 剩下的醬汁 就可以留下 最後淋在鴨面上邊 鴨拿起床之後 要攤冷 最來斬肩 如果你在熱的時候斬肩 斬肩 斬出來鴨就會很碎 鴨斬完 最真正的醬汁淋上去 南乳撈鴨就做好了 它吃的好野味 還帶有濃郁的南乳香味 如果你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開旁邊的小鈴鐺 我每次測新片就會通知你的 多謝